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6月5日 这是今天上传的一个新的海外奇谈节目 来谈谈一条非常有趣的消息 新京报的报道 原先安徽省 有一个城市叫曹湖市 有一个常务府市长 叫夏群山 这个人被纪委有关部门留置 抓捕 甚至经过检察院批捕 关押了已经五个多月 差不多半年 最后回家了 检方撤诉 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因为中共官场反腐败运动 是一浪高过一浪 几乎每天都在抓人 一般情况下只要抓完之后 大部分都最后 先是公安局 先是监察委 纪委 然后就是公安局 然后法院 然后检察院 然后法院 最后关到监狱去了 很少像他这样 过一段时间竟然撤诉 这方面也是个细险事 所以我很感兴趣 给大家看看这张照片 这是下群山的网上截图 这位市长很年轻 常务副市长什么意思 就是市长如果是出差 或者比较忙的情况下 由他代理行使市长来治权 那就仅次于一把手 仅次于市长 那么根据网上的消息讲说是 合肥市 苏山区人民法院 5月27号 做出刑事裁定书 这个区里的法院 竟然做出这么大胆 一个判决了 因涉嫌违纪违纪违法 于2019年6月18日 被合肥市监察委决定留置 因涉嫌受惠制 19年12月13日 进合肥市人民警察院决定 被公安局苏山分局刑事拒留了 那么19年12月19日 进合肥市人民检察院决定 有批谱 一般来讲批谱 必须有判刑了 有没有想到 最后苏山区人民法院宣称 苏山区人民检察院 依法指定管辖 以被告人下群山犯受惠罪 提起公诉 本院受理后 公诉机关以证据发生变化 不符合起诉条件为 以苏简撤诉20201号 撤回起诉决定书 撤回对被告人下群山的起诉 本院认为公诉机关 撤回起诉的决定 符合法定规定 应于裁定 准许检方撤回起诉 这就说明他没事了 那到底这发生了什么 非常有意思 我从网上查了查阅他的资料 这个人的简历 他出生在1968点 挺年轻啊 祖籍是安徽草谷 那么大学毕业以后 90年代 他就在曹湖聚超区 信访区工作 我们知道各个区市 这个都有一些信访部门 其实都是忽悠老百姓 那么当信访区局长 往往是个苦才四 后来呢 他担任了曹湖市夏格镇 当委书记镇长 从基层一点地干上来 12年呢 任曹湖市委办公厅 办公室主任 后来当了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那就说明这个人好像文笔不错 一般能写的人才能到教研室 正研室 第二年呢 任曹湖市委常委办公室主任 是正研室主任 估计还是文笔不错 正研室一般都是 给那个市委主要领导 写一些大材料的 写的讲话 写的规划 这个等等啊 那么16年呢 就担任常委 常委副司长 那么19年6月25号 那么也就反腐败 运动当中他落马了 在合肥市 基于监察委宣布 给他留置调查了 那么19年7月23号 第九届曹湖市 人大常委会 26次会议 决定免除了他这个 人大代表的职务了 那么 这个市长呢 也被免职了 就没想到现在平安着陆了 到底这个事情怎么办 网上没有进一步去报道啊 本人认为啊 这个事情 很可能啊 我不能造谣 我是猜测 很可能和党内的 这个权力斗争 有很大的关系啊 我们知道这个 安徽省啊 这个 这个 这个省委书记啊 是叫李锦斌的 李锦斌呢 他这个是 这个年纪也是比较大的啊 但是他现在在这个安徽啊 工作了 这个时间比较久啊 根据网络的消息啊 原先在 很长一段时间 在吉林省啊 任职 那后来调到 这个安徽省啊 是2013年 此副书记 一直干到现在 为止啊 他是 大任这个 17年 大任了 安徽省委书记 省人大 常委主任 党组书记啊 而且这个人 这个19大 中央委员啊 16大 17大 18大 19大 都是这个 这个 中央这个 这个 这个 委员啊 而且 还是12届 全国人大 代表啊 那么 2018年 1月28日 开始啊 他就是 李锦明 就兼任了 省大 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 那就可以推断 就是李锦明 属于 安徽省的 奉奖大理 在这片土地上 是他的 一目三分别 他说了算了 这个人非常明显 他不是习家军 他是 我认为啊 他还是 这个在中共 这个 共青团派 和这个 红二队 这个派系当中啊 他属于一个 应该讲 还是一个派系色彩 不是太浓的 这么一个 领导了 那你可以 想一下 像这个 曹湖市 这个 这个地方官 包括刚才讲的 这位 这个叫夏村山的啊 这位领导干部 那有没有可能 和这个 这个 省里这个 主要领导啊 有关系呢 这很难说了啊 你中共这些官员啊 这个 这个人事关系都非常复杂 我们再往前追溯 这个 共云团派大导李克强是 1974年到76年 在凤阳县 也在安徽啊 担任知识青年上任下线 刚好和我是一届 我也是呢 说了1974年到78年 在这个 辽令省新街县 大连市 这下边有一个 这个 瀑兰展 瀑兰展旁边有个 有一个公社 叫 拷子 大队 拷子公社 我在那下线啊 那么 李克强呢 74年到76年下线 76年到78年 他担任什么 担任大队 当这种书籍 我知道啊 就担任那个书籍的工作是很不容易做的 为什么 那时候都是农业学大赛 很苦啊 带那些老农民整天 挥着搞头铁锹啊 这个可以这样讲吧 就是每天都要干活 是很苦的 那时候有一个口号叫什么叫 就万大要流大汗 这个拼命干啊 每天都要是要搞这些 修提田等这些活动 现在生活是非常艰苦的 所以说你能担任那个大队党 这种书籍 那不是一般的展示 这是车员的 就是说李克强 他对老曹 那就是安徽了 这一点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李锦斌 那你从吉林调到这个安徽 你肯定 首先要和李克强搞好关系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这个在这个李锦斌 李锦斌这个老曹啊 也就包括这个曹湖史在列 这个党内的权力斗争 也是非常激烈 因为什么呢 你想他担任 刚才讲到这个周春山 周群山 夏群山 夏群山 他担任这个常务副司长 那别的市长 其他的同僚 那都盯着 因为什么 谁都想有个好的位置啊 都想生命显和 都想利用这个权力 多赚钱 还有好名声 所以说常务副司长 是非常诱惑人的这个位置啊 那么这个城市里面 曹湖里面一些重大功臣啊 一些招商引资项目啊等等 是不是都有他的审批 那自然而然有些人就嫉妒他啊 那么再加上 是不是个人的确也有些问题啊 就很难讲的 或者是他是一个连接的干部啊 经过调查之后 证据部署给他放了 如果真这样的话 说明中国的司法有点进步啊 但是实际上恐怕 我认为并非如此啊 这个情况很这个 这个很复杂啊 那是不是有可能 这个抓他那个时候 这个李克强的势力走路啊 因为这个都和中央这边连着呢 那自然而然对这个 这个李克强老曹这些 这些领导干部 那可能就要把第三次啊 他倒不一定 未必和李克强有直接的联系 但是他和李克强的 这个一些嫡系的嫡系啊 有一些这个 这个来往都有可能啊 遭到整肃 但是后来李克强的势力是 这个现在已经变得 什么逐步的走枪了 也就是此笑彼掌 全力斗争了 在这种情况下 那是不是他就考虑 就不要那么认真了 该放就放了 是不是啊 有没有这种可能 这是我的一种猜测啊 不会是不是事实啊 因为我无法了解 在当地的官场的详细的情况 但是本人认为啊 也就是说 能对这样的 就涉嫌经济犯罪的领导干部 经过调查之后 从官方文件的显示了什么 是因为这个证据的原因 因为他指控他受贿罪啊 那肯定要有证 有证人 那是不是有些证人 本身就犯供了 有一种种原因啊 这个可能这个口供改变了 是不是这样 那就是给他这个撤诉了啊 或者是什么呢 这个夏群三很有本事 这个找关系啊 亲戚朋友找到了这个 这个李锦斌呢 或者是找到了这个 另外一些中共高官啊 有看到网上说是 有一个叫王学军的 2013年的3月 到2013年的6月 曾经担任了这个 这个安徽地方官啊 他以前有一个职务是 国务院副秘书长信访 局的一个 新访局的一个秘书长啊 那因为可能刚好 这位曹湖这位领导干部 夏群三也当过 这个新访局的干部啊 担任曹湖寺 聚曹区新访局局长 因为可能找到关系了 上班拿一个大官 说一句话 证据不太熟 这个夏群三这个事 就算了吧 不要再整下去了 那有的时候 有些案件 就是每位领导一句话 打打电话 写一个条子 并非像外界想象那么严肃 因为什么中国这个司法 他不是奴隶的 是一个党管司法的一个 这样一个体制 不公平的 不公开的 不透明的体制 很容易资深的腐败 腐败连着什么 熏死忘法的腐败 再加上党内的权力 都整个那么激烈 我今天看到 还有一条消息 讲到说是这个 主政安徽的 这个地方的大员 有个叫车郡 他这个人本身就是 曹湖记 而且在这个 合肥成立任职了十年 所以说这官场上 你想面孔 换了一擦又擦 体制不变 你抓任何人 都有这种可能性 都有可能是贪官 但是一把它放了 也可以找到一万条理由 所以看到这个消息 真是令人 就感到有点 这个好奇 因为这种情况 极其的罕见 所以说我再次 给大家看看 这个市长 常务副市长的图片 我希望中国能搞 政治体制改革 而不要整天抓人 因为你抓一个人 判刑之后 对他来讲 一生毁掉了 而且还有家庭 还有孩子 都是很不容易的 就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 最后人才两空 什么都没有了 而且还有株连九足 那个下场是很被挨的 所以呢 要加强制度的改变 和改进 而不要生的 搞激动政 整天整人 整的人不高 人心惶惶 没有心思做事 所以说这个消息 我看在新京报发表 但是新华社的网站 却没有转发 这很奇怪 很值得研究 是不是像我猜测那样 具有全度的色彩 我相信 自有功论 那么今天呢 海外七餐节目 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